主料,高粉300克,麻薯粉20克,榛子粉20克,甜牛奶165毫升,糖30克,烈奶10克,烟雾克,酵母3克,主料,黄油12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。 主料中除了黄油外,其他主要放入面包机里,启动面包机,搅拌成团石,再放入黄油,直至面包搅拌面团完成,取出用胶刻状好,至于室温进行第一次发酵,放于室温28到30环境下进行发酵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两倍大,用手持出一个小洞没有回缩,和发酵完成。 取出面团排出气体后,滚圆,松弛静置20分钟,然后分割成8等分,擀成掌片,卷成条形,排放入烤盘里,放于烤箱里进行醒发,醒发时间大概45分钟,面包生气膨胀至原来的1.5到2倍大,砸上一点清水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,180度,中层烤18分钟, 烤制表面金黄色,即可出炉,出炉一致往架上放凉后再享用,烹煸技巧,烤面包前我没有涂上大烟,所以在面包表面大衣水,以防面包表皮过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视频естно говоря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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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urs. 欢迎订阅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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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每日 用 Christianityilo